這棟別墅足夠歷史感 適合做渣樓灘的主景 為了加大渣樓灘的投資 我和喬為已經決定 和美國中銀品商, 物理合作 是狐狸大公司, 真的肯和我們合作 雖然渣樓灘還寫劇本 但狐狸那邊已經看了渣樓灘的天書 他們很喜歡這個母子 我們當然是打鐵趁業 即刻和他們簽約 狐狸那邊很欣賞渣樓灘 用了舊上海來做背景 也很想到劇本能夠拍出那個歷史感 所以我選了這棟別墅 貪他有舊上海的味道 狐狸那邊看了照片 他們很滿意這棟別墅 這麼有歷史價值的建築 業主會不會不肯租給我們拍戲? 這棟別墅的業主 就是賣燕仔發達的燕仔 我和他談好了, 絕對沒問題 你不用擔心 這樣就行了 師傅, 這棟東西適合感覺 我已經想到黑幫大佬出場那幕 怎麼寫? 不是這麼邪惡嗎? 真是很邪惡 你們倆想怎樣? 不好意思, 剛剛曹先生說過燕仔河 即時新聞說他宣佈了生意失敗 破產了 對, 燕仔河其中的物業會轉讓給人 那這棟別墅會有新業主 我們借景會不會有問題? 大不了, 跟新業主再談過新條件 只要我們能夠拿出我們的誠意 應該沒有問題 來, 新業主說想了解一下我們這棟 再決定借不借的景色 一會兒麻煩你跟他談談我的故事 沒問題 就這個新業主來說 他多數不肯借一堂景出來 如果不行就無謂勉強 我已經同步找一個差不多風格的場景 你問還沒問就知道業主不知景色 不像你 你都認識新業主 我也認識業主 各位, 來了很久了 大多, 請坐… 謝謝 坐 上膳老師 他就是那個新業主 是呀, 當然就是他點名 要上膳老師 你廣告的故事給他聽 招龍慈善基金 買了燕仔河旗下的一堆物業 爸爸又把這套基金交給我打釋 所以我現在就是這棟為舊秘墅的 渣必人 琳達, 你真的要借這棟秘墅 給我的這套棋嗎? 我想他不會借物業給我們 所以我當然要找另一個景靶 上膳老師, 為什麼你這麼說? 其實我一直都心大心小 好不好借這棟物業出來呢? 所以我今天特地來 想聽聽你們給我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要借給你們爬氣? 既然都出來了 你要跟Linda說一下沙羅湯的故事 好, 那個故事是民初年代 上海法租界, 人人搶地盤, 二元 你麥翹讓我歌聲說得很好聽 什麼很好聽? 那我又真的想再聽多一點 上膳老師, 幫忙吧 好, 我再說一次 其實樓灘是說的是民初年代 在上海法租界附近的一個沙灘 都心疼的是一層公司的對決 年紀, 相對兩個水平 還好 去過關都玩了 賀樓灘多 wit臉 我也想想再接大愛 有些滑爛的お願い 可讓你一次去接大愛 然後去接大愛 還有一、六找牌 說吧,曹總,他是不會借的了 我們走吧 你們看中這棟物業 都是因為它本身有歷史價值 正正是因為它舊 如果你們用來拍攝 又拍攝,又拍攝又動作又爆破 萬一有什麼黑花碰撞 這麼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 就被你們破壞了 絕對不會有任何黑花碰損 就是我們拍劇很有經驗 可以向你保證 有什麼損毀,我都會賠償的 古蹟的東西再修補就沒意思了 曹總算吧,我改劇本 又或者租過另一個景 不要再問他借了 桑桑老師,K… 不要再說了,我走了 還在搓氣? 那隻龍力連擺在這裡還沒玩 我擺在心裡,不就是還算 不,大妹,看你的樣子 怎麼擺在心裡還在搓氣 知道什麼叫小層氣嗎?見過了嗎? 其實都知道那隻龍力連 不肯一眼被刺出來的 不過那個曹總總總想你見見他 所以才沒有跟你說 也有想過聽完你說的故事之後 或許有可能願意借 哪有可能? 姐姐平時經常跟大小姐撐得這麼行 現在有求於她,她還不乘機 玩死姐姐嗎? 其實如果反過來 是大小姐有要求大姐來 你也不會輕易放過她 放心,有這件事,我一定會玩死她 狐狸肯投資渣樓炭 不多不少是因為她等別墅 假如借不到她等別墅拍戲的話 她可能真的不肯 不是的,大妹,為大局著想 還是為了你的演員費 或者沒有紙費著想呢? 放心,我一定不會送上門 給那隻龍力連玩 其實不是,媽媽 我們客觀一點點來看這件事 蓮姐其實是很大機會 為了一直找你 而會借這麼易碎給你 所以不適合你答應了 起碼會把劇打開得一盒,是嗎? 那我連Listia都開了炸頭炭 什麼?我們低低地習慣了 我代表你去跟大小姐結婚 夠了,這個話題說完了,說了這麼久 我跟大家說,從今天開始我會閉關 我就看一個期盤怎麼改 可以不見到那個必須,都可以寫下去 怎麼樣?Lily 潮偉知道約了我,她搞什麼 到現在還沒回來? 你多等一會,她已經回來 對不起…我遲了,媽媽晚了收藏 你搞什麼?穿成這樣,又有貨價嗎? 不是,我老朋友對酷 差點收音,我就出去幫忙客串 是不是談日本?快點談完 我待會就要出外京幫忙打燈 你是監製,收什麼音,打什麼燈? 那我也要作罪惠打算 又用不了農曆連間別墅 狐狸那邊有權告我毀約 隨時我要賠大錢 真的這麼嚴重嗎? 老闆 什麼? 什麼?謝謝你這麼多年來的照顧 搞什麼?辭職信? 我知道老闆要賠錢給狐狸 而且準備收拾在這裡 所以我主動辭職 不用他想怎麼開口 而且還可以省一筆獻散費 老闆,謝謝你 快點去收拾東西吧 潮偉電影公司是嗎? 是啊,什麼事? 帶兩位客人來看樓 隨便吧 麻煩你 帶兩位客人來看 那我跟業主說,退了租了 這些經紀不是帶人來看樓嗎? 潮偉電影公司是嗎? 有誰? 收拾東西,拿東西 隨便吧 我們家事還好新正 不過也幫不了多少 師父 是 夠了 電影全都結束了 阿鬼 Lily 阿鬼 搞什麼? 其實本來你說打燈的收音 阿鬼說辭職,我還有一點信 你找地產經紀收賣樓 你會不會再過了一點 你是不是侮辱我的智慧? 我也知道這招不成功了 這些不像你做的沙猴 爸爸教你這麼做? 你很可愛,別這麼聰明 拜託你,別跟爸爸一起瘋了,好嗎? 連你也想哼哀那隻農曆蓮嗎? 我知道今天這場戲是過得很重要 我真的沒辦法了 如果他們真的要告我 我至少要賠幾千萬 真的這麼多嗎? 我知道,是委屈了你的 如果你不想去的話,我可以的 行了,我會去找龍烈蓮 我想你借棍別墅讓我來拍渣樓炭 你有沒有聽錯? 你還來問我借別墅? 你是不是算來求我? 如果你這麼想,會開心一點 你可以這麼想的 我早就知道你會來求我了 那你借不借? 你開口聲求我,我當然借 不過只要你滿足我的要求 我才可以借給你 什麼要求?說 很簡單而已 只要你當我助手一個星期 服似得我妥妥貼貼 我就借一棟別墅出來 讓你拍渣樓攤 你要玩足我一個星期? 當然了,你這麼好玩 我還不抓住你來玩,害怕嗎? 怕你玩完之後不認罷 合約其實我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毛智美 大小姐,合約已經準備好了 只要在限期之內 完全按我指示,你行助手職務 我就會無條件借動別墅出來 讓你們拍戲 不過你想清楚才道歉 我怕你 我真的很興奮 我最期待的畫面出現了 要不要開支香給你慶祝一下 這麼興奮,因著爆血管 怎麼樣?我的位置在哪裡? 你沒位置了 雖然你的職位是大小姐的助理 對,但我才是大小姐的秘書 所以正確來說 你的職位是助理… 那到底怎麼樣? 正所謂是女兒服侍奶奶 是天經地義的 就是說這個禮拜裡 你要全程地貼身在我身邊 準備好 奶奶,我有什麼頭暈身氣 是,你要第一時間出來服侍我 為了幫你服侍奶奶,大小姐 我已經準備了一個白寶袋給你 是什麼? 膠布藥油? 橙粉盒? 這些是全部我親身服侍 大小姐歸納的法寶 很有用的 藥油是當大小姐流到你頭暈暈時 給你塗的 膠布是當它捲你暈蒸 捲到損傷了,被你貼的 紙巾就是當大小姐罵到你很委屈 當時爆哭用的 化妝品就是當你爆哭完 你也要補保妝的 不好意思,這些東西我真的用不著 相信我吧,你有用的 口渴,馬上給我借你咖啡 買一杯咖啡回來 十五分鐘之內我要喝到 超時的話,你就不可負責了 十五分鐘不夠時間,你把電梯壞了 不是壞,是我特意的 是我叫補開部鎖電梯的 哈哈,你現在有 十四分五十九秒 十四分五十八秒 十四分五十七秒 十四分五十六 Hello,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頻道 Like這條片,按一下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